嗨 大家好 我是罗宾 看到了又在下雨 温度现在只有11度 低温就又低于10度以下了 我有点感冒 今天的嗓音 抱歉 大家包涵一下 因为今年武汉历春以后就特别反常 特别的热 所以前段时间温度特别高 20来度 突然又变温的一热一冷就容易着凉 所以喉咙就不太舒服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已经很多朋友给我私信 很关心我们家的暖气 装暖气的费用 我那个视频是1月16号拍的 然后我记得在2月26号 25号27号这三天有不同的人给我私信 问我就是我家装的温控器 装了温控器之后 我们家的暖气烧了一个月的变化 当时是以温度计为标准的 就是在20度这下面两个球 两个球降下来的一个四类环境温度 我们家烧的那个暖气的费用 是一个月555个字 然后呢一个月是1460块钱 我们武汉市的一个费用 是0到360个字是2块5毛3 360到600个字是2块7毛8 超过600个字就是3块5毛4 上一期视频和大家说了 后来很多朋友都推荐 让我去装一个温控 就是四类温控器 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为什么这个时候拍 看立春以后温度特别的高 那个时候有一个多星期吧 都在二十七八度啊 快三十度了 都快穿短袖了 所以我们家的暖气你想想 肯定就开不了了 几乎停了接近一个星期 所以如果我要是 满满三十天拍的话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真实 然后之后呢 就往后拖了一个星期 正好今天是五号 也满一个星期了 然后这两天温度变温 温度我们的暖气呢 又重新开始开启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再重新计算 把之前的那个没有使用的时间 今天只好就抵消了 也就是比较真实的一个数据 是吧 先给大家讲一讲 我刚刚装了这个温控器的一个体验吧 首先这个温控器还是蛮好的 它是可以通过手机 包括你在家 在户外 在外面通过视机的连线 也是可以来调整的 什么时间段 什么温控调节 都是可以用手机来调节 非常灵活 这个是非常的好 我装好以后 到真正开始计费 真正开始计费 是花了四天 为什么花四天 是我在装的这个温控器啊 我就觉得 不是特别好啊 就刚开始装的时候 德国的微能的这个锅炉呢 它是内循环的水温 低于它设置的温度 它就会启动 如果达到了它就不提动啊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装了这个以后呢 它是变成室内的环境温度 我设的二十度 但是环境温度 我感觉体感温度 要比它显示的二十度还要低 特别的冷 冷的受不了 包括我们家孩子 小孩子嘛 他不是特别怕冷的人 他都觉得冷 所以我觉得这个温控是不是不准呢 所以我就不停地往上调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 但是我也不敢调特别高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这个环境温度提高一度 这个燃烧的那个费用 可能就会成倍的增加 我想找到一个非常经济 然后呢 身体体感要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 后来调整了好几天 就最后找到一个二十四度 二十四度的环境温度为一个标准 然后就移它 就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都过了四天了吧 从那个时候二十六号 二十六号开始计费 所以当时拍了一个照片 那这个是一月二十六号拍的 下午三点四点钟拍的 现在也快三四点了啊 你看这是 这是一个费用 四一要四五 你看这个看到了 四一要四五 反正总体来说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暖和 而且还有一点哈 比如你看我们家老大特别喜欢 就是这个烘被子呀 烘衣服啊 就不是特别容易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暖气片 你什么时候摸它 它都是凉的 知道吧 好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多少啊 四四五七 四四五七减去四一四五 等于三百一十二 哇 还是省一些 这个数字我真的没看 第二个月了哈 然后我们就是以超过六百个字 那个内档 开始计算吧 三百以上乘上三点五四 一千一百零四块 这就是我们安装暖气温控 四类温控的一个费用 总体来说还是比之前要省很多了 我上次推上我那个月应该是 一千九百六十五的 对不对 现在实际只烧了一千一百零四个字 我觉得这样 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能够接受的 一个月 就是费用只花一千一百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 还久 这个费用还有跟大家说一下 前两期都还没有和大家来说明 就这个费用 燃气的费用 是包括我们一家三口 吃饭烧水 包括洗澡 洗澡的一个日常费用 为什么前几期没说呢 是因为 其实我们家一年 很难用完六百个字 六百个字 然后分到每个月 其实每个月的燃气的费用 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了吧 大部分 所以大部分还是以暖气烧用的是比较高的 温控器还是省的 还是省的 这点算出来后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还不错 如果三个月上下来 不关的话 也就三千块钱 我们家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一百四十 而且这个费用是我九个暖气片 全部在没有关的情况下 这样一个费用 如果一个月一千块钱 连续使用三个月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三千块钱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还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真的这个 体感温度 二十四度体感温度 没有原来用锅炉 自己内部控制的二十度的体感温度高 当然了 这个费用出来以后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感温度来调整吧 你也可以把它调整到二十六度 对不对 二十六度或者更高一点 二十八度 当然这个费用可能就会更高了 好了 吹根的这些朋友们 这个费用给大家分享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罗宾 拜拜